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医生是不是要把抢救孩子这个过程相关情况要跟我们随时沟通 没有一个沟通的 现在已经明确了 那个孩子 第一个孩子被有心没了 我着急了 我跟警察说 我说你跟医生跟我们沟通一下 没人沟通 警察来是执勤的 防止有人闹事 防止有人闹事 政府来的工作人员没有站出来跟家属做工作 问问家属什么情况 有什么诉求 没有任何一个工作人员跟家属有沟通 一直到这个魏雨昕没了 我着急了 我让警察不能沟通 我说你跟医生沟通一下 把孩子的情况反馈给我们 也沟通不了 后来我自己进去了 我说这样 我说我求求你了 我求求你 我孩子什么情况 你告诉我一声 哪怕是没了 让我提前有个心理准备 让家里老人提前有个心理准备 告诉我 好 几个家长一起进去了 最后说你留下 我单独跟你沟通 说孩子送来 我姑娘 我姑娘 我送外地回来 我姑娘可能是大概五点钟左右 七 六 七点钟左右 七点多送来 现在几点 十二点 这么长时间 没有任何人给我们任何一个消息 没有任何一个工作人员 公安 教育局 街道 政府 没有任何一个工作人员 这个期间 跟我们家属有过任何的沟通 我们八点问教育局 学校呢 学校呢 教育局呢 八点问教育局 教育局后我们正在抢救 跟我们家属沟通一下吗 你们这些警察统治 你们是来为去治愈 你们是怕家长闹事 或者说怕这个事件有这些其他失控的东西 你们的职责是这样的 但是你们这个职责我们是谁闹事的 你们始终站在前面 警察始终站在前面 我们是因为意外产生的事故 我们是患者和医院和医疗之间的问题 我们没有人闹事 但是警察始终站在前面 其二是这种态度吗 领导来了 领导来了 跟这个打电话一级一级的汇报 十几个孩子压在体育馆下面 省长省委书记都重视 市长市委书记应该来 应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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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市里的领导来了 来了一个区里的人大的领导 干啥吃的 他来了说 我们有医院的医生的电话 我沟通不了 这就是现在目前的情况 告诉我姑娘没了 我说我们没看到这个孩子 这个孩子 所有的孩子都灰头土脸的 或者满脸是土褥是灰是蛆 我说你让我认一下 没准就 没准就不是我孩子 一个小时过去了 还没让我认 一个小时了 还没让我进去认一下 关键那个人大的领导来了说 说他刚接到这个通知 奇奇哈尔在干什么 龙沙区在干什么 领导你在那 领导我说的这句话 我说的这句话 有没有一句无理取闹 有没有一句无理取闹 我知道 始终是公安站在前面 始终是公安站在前面 谁 你们 你们来了这么长时间 这里边有这么多教育局的 政府的 刚才就我进去之后 马上有一个政府的女同志给我进去 她不是去 她不是去帮我跟医生沟通的 她不是 这好几个家长都在那 她知道过去干什么 她看到我们要干什么 把情况随时要向领导反馈 这也没错 但是你们 是不是应该沟通 跟医生沟通呢 让我们家属 是不是得知道孩子 到底什么情况 我是第二个 我是第二个告诉孩子 送来 送来就没有什么问题 你这多长时间 六点多 十二点了吗 这六十二点了 你看我抢救呢 现在写上不见就没了 你们玩呢 真的 这都在干什么呀 医院在干什么 政府在干什么 就公安在这儿维持秩序 出这么大事 领导没有一个出现的 医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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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医生也不出来 就死几个人呗 能算大事吗 有有有 你们往处发 喝点水 喝点水 医生耳术都不算大事了